牛奶就是21世纪最大的骗局,资本家为了赚钱,故意将牛奶的功效夸大,其实牛奶不过一滩水而已。 中国人原本就不适合喝牛奶,人类被牛奶送进了癌症的坟墓,研究已经证明牛奶中的激素会致癌等等。 牛奶作为一种健康饮品,长期受到欢迎,但是关于牛奶的流盐却层出不穷,没营养,不适合国人,致癌等,甚至邻国印度的传统医学阿裕沸陀,公开把牛奶列为五大白色毒药之一。 关于牛奶的真相究竟如何? 1.牛奶真是印度人口中的白色毒药吗? 1.牛奶真是印度人口中的乳糖,之所以有人认为牛奶是白色毒药,是因为一些成年人在喝完牛奶后会出现腹痛腹泻。 1.其实,这是牛奶中的乳糖,引起乳糖不耐受而导致的。 2.刚出生的婴儿具有乳糖酶,可以分解乳糖,但长大以后,部分成年人不再有乳糖酶,喝牛奶就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。 根据2021奶商指数报告显示,与1.91国人有乳糖不耐受的症状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喝牛奶。 相反,喝奶哨的人非常容易缺钙。 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数据,中国人每天平均摄入钙为338毫克,而根据膳食指南建议,成年人每天应摄入钙为800毫克。 长期钙不足,很容易导致骨量流失,增加骨质疏松风险。 为什么推荐牛奶补钙呢? 每100克牛奶含有钙约104毫克。 简单换算一下,每天喝一杯300克的牛奶,基本已经满足一个成年人每日所需一半的钙。 另外,牛奶对人体的好处并不少。 牛奶富含优质动物蛋白和B组维生素,这些都是促进身体发育,增强机体免疫力的重要元素。 牛奶中的半光氨酸,还有镇静安眠作用,可帮助提高睡眠质量。 牛奶中的塞的活性物质,还能清除人体中的自由基,帮助延缓衰老。 那乳糖不耐受的人怎么喝牛奶呢? 建议从少量乳50毫升开始喝牛奶,让胃肠道慢慢习惯,增加体内乳糖没数量。 也可以选择低乳糖或淋乳糖牛奶,虽然口感不如纯奶,但容易被人体吸收,不会引起乳糖不耐。 实在不喜欢牛奶,也可以改喝酸奶,酸奶在发酵过程,乳糖分解成乳酸,也减少了乳糖不耐的问题。 二,牛奶不仅添加防腐剂,还含有大量激素。 别再相信谣言了,牛奶属于健康饮品,关于它的误解也不少。 一,保质期长的牛奶是因为添加了防腐剂。 牛奶之所以有不同的保质期,主要是由杀菌方式和包装方式决定。 一般采用80杀菌法,只能存储3至15天,而高温灭菌采用的是135至150摄氏度,超高温对牛奶进行4至15秒左右的灭菌。 三,则可常温保存6至12个月,这与防腐剂没有任何关系。 二,牛奶有大量激素,有毒还会致癌。 有人担心牛奶中添加了生长激素和性激素对身体不好。 虽然国外有些国家是被允许添加生长激素,但在我国,生长激素是被禁用的。 至于性激素,添加在奶牛身上会抑制其产奶,所以没有人会特意添加。 牛奶致癌的谣言也层出不穷。 有传言说,牛奶中的IGF1胰岛素生长因子和烙氨酸会致癌。 而根据目前的膳食指南推荐,每天摄入300克牛奶并不会增加癌症风险。 退一步说,牛奶中所含的IGF1含量并不多,再加上牛奶高温灭菌时失火,再进入消化道时失火,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更是微乎其味。 由此可见,IGF一致癌之说,并不可信。 三,五类人喝牛奶相当于喝毒药,快转发你身边的朋友。 一,有腹胀、腹痛和腹泻等症状者,牛奶可能会加剧症状,引起反复不适。 二,缺铁性贫血患者,食物中的铁需在消化道中,转化成亚铁才能被吸收利用。 若喝牛奶,亚铁会与牛奶中的钙盐等物质融合,不利于铁的吸收。 三,胆囊炎和一线炎患者,牛奶中脂肪的消化需要胆汁和胰汁酶的参与。 饮用牛奶会加重一线负担。 四,消化倒溃疡患者,牛奶能刺激胃肠黏膜,分泌大量尾酸,会使病情加重。 五,肾结石患者,牛奶中含钙较多,肾结石中大部分都含有钙盐。 若在睡前2-3小时饮用牛奶,钙通过肾脏较多,容易形成结石。 四,这三种假牛奶别再喝了。 有一些标油乳、蛋白乳酸菌等饮品,看似属于乳制品,其实跟纯奶没有一点关系。 一,乳味饮料。 蛋白质含量仅0.7%至1%,里面含有大量的白砂糖、果铺糖浆等添加。 二,坚果奶。 蛋白质仅含0.55%左右,含有的钙也比较低。 三,乳酸菌饮料。蛋白质仅有1%,虽然有乳酸菌,但糖分比牛奶更高。 会喝也要会选。市面上不少标有核桃奶、椰子奶、牛乳茶、可可奶等饮品。 这些都属于调制乳,跟牛奶不是一回事。 真正的纯牛奶,配料表一栏只会写生牛乳,不添加任何额外原料。 因此我们要学会分辨。 含乳饮品多喝对身体有害无益,不能替代牛奶饮用。 五,牢记六个禁忌,牛奶才不会白喝。 一,喝牛奶是一件好事,但也不能过量摄入。 饮用过量同样会增加身体的负担。 建议每天饮用300克。 二,一定要小口慢喝,仔细品鉴,才能按部就班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。 如果你大口喝,没有任何养生的效果。 三,选择牛奶,一定要大品牌,日期越新鲜越好,原味牛奶也是最基础的选择。 四,牛奶早上或者晚上喝都是可以的,营养不便因人而异。 所以什么时候喝还是自己决定。 五,牛奶不要煮沸。 如果煮沸,温度达到100摄氏度,牛奶中的乳糖焦化,而焦糖对人体健康不利。 煮沸后,牛奶中的钙会出现磷酸沉淀现象,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。 科学方法,饮用方式要看个人的习惯和肠味道对冷牛奶的适应能力而定。 一,一般而言,合格的消毒鲜奶只要保存和运输条件符合要求,完全可以直接饮用。 但不宜多饮冷牛奶,因为冷牛奶会影响肠胃运动机能,引起轻度腹泻,使牛奶中的营养成分多数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。 二,牛奶加热,一般70摄氏度食用3分钟,60摄氏度食用6分钟即可。 但冷藏牛奶不宜,在室温下放置4小时以上,以免细菌大量繁殖。 六,牛奶不能用来服药。 牛奶能够明显地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速度,还容易使药物表面形成覆盖膜,使牛奶中的钙与酶等矿物质离子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,生成非水溶性物质。 不仅降低药效,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。 七,牛奶不与富含草酸的食物混合食用。 当混合食用时,牛奶中含丰富的蛋白质和钙会和食物如线菜、菠菜、空心菜、巧克力、红糖等中的草酸,发生反应生成不溶解于水的草酸钙。 导致牛奶和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得不到较好的吸收利用。 科学方法,这些食物在食用时最好与牛奶分开。 八,不建议空腹喝牛奶。 空腹吃冬吸肠,蠕动很快,奶中的营养物质上来不及消化、吸收,就排到大肠,无形中造成浪费。 科学方法,早上饮用牛奶时一定要与碳水化合物同吃。 具体吃法,可以用牛奶加面包、点心、饼干等干系搭配。 兴奋水 3.0% 3.0%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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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0%